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字 爽啊 真的假的 这个有联姻的关系 爽潮 这个爽潮 有这么宋吗 对 就是它风花血液 吃喝玩乐 自由自在 你说宋潮人很开心的 太开心了 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不要讲什么大科技 大道理 大建筑 我跟你讲一些小事情 全世界最早的牙刷在宋潮 你看这宋潮的牙刷 你看看 牙刷从宋潮开始 而且各式各样的 长短不拘的牙刷 宋潮有牙刷 全世界最早的高尔夫球 这明白就在那边 高尔夫球 而且专家说了 宋潮就开始打高尔夫球了 握甘知识都很正确 看到没有 高尔夫球还在这里 所以他们不是只有踢足球 他们还打高尔夫球 最早的足球也是在宋潮 对不对 处局 宋潮是全世界足球踢的最好的时代 好 那当然外卖 全世界最早的外卖外叫 外卖外叫 你说我可以叫餐厅叫挡道菜 送到我家去 这个外卖制度从宋潮去开始 没错 然后宋潮人周末寿 喜欢做星座研究 我们现在人都喜欢星座 宋潮人就喜欢星座 宋潮人就开始搞星座了 居然搞星座 所以我告诉你 他们快乐的不得了 各不各样都有 好 那宋潮人为什么这么开心 第一个 要有钱啊 宋潮人的税收一年一亿六千万两白银 那什么概念 这什么概念 清朝多少 四千万两 所以他只有四分之一 只有四分之一 好 那大家说圣唐 圣唐嘛 流种跟唐朝比吧 唐朝六千五百万两 我到一倍 两倍半 是唐朝两倍半 好 有钱就要玩乐 就要玩乐 所以他玩乐第一流的 我告诉你 宋潮是全世界第一个有旅游祥导的 他有四四六府 他有导游 对 他导游叫做闲人 闲人有导游 那导游带你玩什么 当什么宋潮凌园是最厉害 你们都不要讲 吃是导游很重要的 宋潮的吃 我跟你讲 清明上河图里面就有五十个餐馆 你知道吗 等一下 你说 那个清明上河图有五十个餐馆 对 光里面就有餐馆 那有一个精华繁华路 里面有一百多家餐馆 都有名字的 好 那宋潮吃有什么厉害 那个花色菜色我都不要讲了 讲不完了 他们最厉害的是 看菜 什么叫看菜 什么叫看菜 大厨师先做几个菜端上来 只能看不能吃的 因为代表我手艺太棒了 那菜做得像艺术品一样 所以外地人来 看菜一上来 外地人先吃看菜 不行 笑话 你知道吗 所以看菜是不能吃的 所以你说现在菜的雕花 开始有雕刻 都从宋潮开始 都从宋潮开始 还没完 他们桌上的饮料 全世界最早的 季荣饮料 季荣咖啡对不对 宋潮早就会季荣 他们把那个饮料花什么 磨成粉 那个粉水一泡下去 它会哗的 它就花粉来做 季荣饮料 宋潮我认为世界第一的是喝茶 宋潮人为什么喝茶这么厉害 因为宋徽宗喜欢喝茶 宋徽宗亲自调茶 我就不讲 它有七道工序 好 那大家一定说 马老师 宋潮人喝茶 为什么是世界第一 我告诉你 宋潮全世界第一个拉花的 你现在到咖啡店银里面拉花 他会拉花 他用茶拉花 你听过没有 而且我告诉你 现在咖啡不出来 都拉花吗 那拉花小case 宋潮拉花拉什么成的 最高端的是 有一次有人拉花 四个茶碗放上去 上面 四句拮句 四言拮句 他拉 把字拉出来 而且不是一个字 是一列诗句 拉出来 这个吹牛吧 不是吹牛 这真的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书上是有记载的 拉花拉到这种地步 我告诉你 连皇帝自己都会拉花 宋徽宗都会拉花 乃乃这个国家会亡掉 然后最重要的 宋潮居然卖水果 怎么可能 你现在要送水果都很难了 那个时候送水果 所以才不到 宋潮人卖最多水果 一个是柑橘 一个是荔枝 荔枝到伊朗去 卖荔枝到伊朗 到韩国到日本 荔枝是最难卖的 你知道吗 荔枝只有活四天 第一天就变颜色 第二天变味道 第三个 第三天香气没有了 第四天 全部湿 颜色 味道 香气全部都没有 那我来吃什么 对 那运到伊朗 从泉州 他们都从泉州出发 泉州运到伊朗了多少天 二十二天 十二天 四天就没了 四天就没了 你送朝鲜 这种海船 从泉州出发 你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我光讲荔枝 你就知道送朝鲜多厉害了 第一个 这是装荔枝的 装这什么特别 太厉害了 荔枝六分熟 六分熟就采下来 放这里面 然后上面 放了荔枝的叶子 叶子上面在弄土 再保持点 把土放进去 对 弄点湿气 让它在那边 闷熟 从六分熟闷熟 第二个 它在这边 全部把它封住 封住以后还没完 二十二天一定要送到 是 刚好二十二天打开就熟了 从六分熟 买土 买叶子到刚好 到那个时间刚好 那就这么简单吗 那算什么 错 它还要放到 气密仓里面 是 是 气密仓里面怎么样 放冰块 保除气密仓的温度 两到四度 这最好的路 然后它要控制 它的湿度 维持在百分之九 它就靠冰块 化冰 为止 它连冰块都计算进去 它没有湿度计 它居然可以维持到这样子 所以 它的荔枝 一送到伊朗 伊朗一打开 好吃的不得了 所以你看 送床可以把荔枝 这么完美的 运送到国外 可见 它们是有生意头脑的 商业行为太厉害了 商业行为太厉害了 好 证明它商业行为最厉害的 就这个 旷市民座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 你看 这艘船 要过这个红桥 这红桥 这红桥 要过红桥 数人都在看 结果 这么无聊 还要过桥还要看 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它这个主轨 23公尺 是 红桥 只有十几公尺 那怎么过去 一过就完了 对啊 尾竿会掉了 它过红桥的时候 它的主轨 尾竿可以收的 可以收的 而且我告诉你 它是用什么收 不是用人工收 它用机器 脚盘 脚盘 你看 它要过桥的时候 注意看 大家看 它的主轨桿 开始往下倒了 等到它过桥的时候 整个主轨桿下去 所以我告诉你 韩国的商船 根本没有它厉害 遇到大风的时候 它可以用 小帆 可以用大帆 它可以用大风的时候 主轨可以收下来 韩国的方船 全部被吹倒的时候 只有宋超的商船 啊 过去 所以宋超 可以做远洋贸易 所以它才这么有钱 所以宋超 最爽的一个是朝代 好 那社长 所以我们来讲说 讲到中国历朝历代 汉唐是最强盛的 宋超是最衰弱的 好像作为一个宋超人 是最倒霉的 可是现在真的 把过去翻开来讲的话 没有想到 在中国历朝历代 被认为 若宋的那个宋超 竟然是最幸福 快乐 自由的年代 抱歉 你看 这张清明上额土 我特别修这张 为什么修这张 因为清明上额土 很长 这张你如果这样 沿沿一路看过来 这边有一个城门 有没有 进城进来 这条就现在等于 相当台北的中山北路 一路走到总统府 他一路走到开封府 走到开封府 这条街叫马行街 就是开轿车的地方 马行街 马行街 我特别给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赵太城行 这个赵太城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太医 他一退休以后在这边开了一家的医馆 做医院 医馆 这个医馆你可以看 它里面有一些椅子 有没有 这个椅子上面铺的那个垫子 是什么东西垫子 什么垫子 它叫龙 龙 龙 龙是什么呢 龙在古代就是金狮猴的皮毛 他的东西一个医院让病人坐着在那边 金狮猴的皮毛 金狮猴的皮毛 还不会被偷走 对 所以你看宋朝当时有钱到这个程度 第二个这个马行街 当时宵禁的时候 他们说全世界唯一没有文字的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没有文字 当时在开封府 人口已经达到130万 当时的京都 日本京都才多少 皇城20万 伊拉克 两河流域的伊拉克 30万 他已经到130万开封 那这条马行街 为什么没有文字 刚才讲 灯火通明 卖的很多的香料 香料有那个中药药草的味道 香料 宋朝人喜欢香料 对 所以进口的香料很多 他本身有很多中药行 本身点了那个灯火通明 是 那因为灯火通明油烟很多 文字不敢过来 所以马行街 是中国历朝历代 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的一个地方 那你可以想见说 当时宋朝的防火到什么程度 这么厉害 对 所以宋朝我们在讲 吃 当时其实宋朝出了一种 很特别的行业 叫厨粮 厨粮 对 叫厨粮 厨粮就是我们以前讲说 那个厨师 厨师都是男生嘛 大厨 他厨粮 而且你知道宋朝的厨粮 这个画得这样胖胖的 好像年纪很大 其实宋朝的厨粮 大概都二十出头而已 年纪很轻 二十就这么会煮菜 身材二十多姿 出门在办厨粮的时候 你可以看他们那个穿着 穿着非常的讲究 而且腰带这边对外 配那个叮叮当当的铃铛 那个配饰 要带浴的 一个厨粮 对 他非常非常的 那当时宋朝 我们讲 当时有一个 在宋里中的时代 有一个叫张太守 张太守 他不在意开封 他就说开封府有厨粮 拍一个人来我们见识 来让我见识见识嘛 那个太守说 我要请客 结果要请客的前几天 他找到这个厨粮 厨粮身边带了三四个 等于帮他做助理的 都是你的 一起过来 一起过来 那这个张太守说 我要 如果你帮我办一桌 就好 我要请一些贵宾 一桌 你需要多少钱 然后这个厨粮 开了一个单子给他 里面看那个太守 我吓坏掉了 吓坏掉了 里面开了一个叫 有一道菜叫羊头签 羊头签 在这本书里面有写的很多羊头签 什么猪头签 他们以前就叫这个签 这个签 其实这个签是什么 羊头签是把羊头 那个肉 脸皮这边 羊头的那个肉 只有两块可以用 削下来 两块小小的 一头羊只有两块可以用 对 那所以做一道菜 羊头签 要石头羊 石头羊 那其他的呢 其他不要 那这个羊头签 那这个羊头签 你这个肉 你说我要做这道菜 我要石头羊 石头羊我只要脸上两块肉 其他都丢掉 对 然后这个羊头签 签是什么意思呢 签是以前 我们现在在夜市去吃那个什么 鸡腿棒 外面有 有那个 有那个像薄薄的一层薄末 租厂那边 靠近租厂那边那个薄末 把它包起来 这个签就是那个油末 那个薄末 薄末去把那个羊头包起来 然后烤三天 然后再熬 先烤 烤了以后再熬三天 所以这个羊头签一做起来 你想那一套菜要多少 第二个我先讲 我光石头羊就多少钱了 对 第二个他说那我再帮你做一个鱼 做一个鱼片 鱼片给你算鱼片 算鱼片 他就展示了他的刀工 给张太守看 你知道他鱼片 这样一切 啪啪啪啪切下来 那个鱼片切好 又用口气一吹 鱼片是飘起来像纸张一样 怎么可能 真的 你看这食物我不配你 他写得非常清楚 鱼切到细到薄到可以吹起来 所以用口一吹他就飘起来像纸一样 所以他那个讲究的刀工 讲究吃的东西 你没有办法去写宋朝 所以宋朝他发展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齐炳有提到 他其实有到一亿多的一个税金 一亿多的税金 他因为有钱 其实他宋朝打了一场非常有名 或是一直很称赞 叫货币战争 宋朝打货币战争 最早的货币战争 对 宋朝的货币战争 他当时我们知道宋朝跟辽果 不是一直在打 那到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时候 跟辽果肖太后那边打了一仗 就是所谓的谭炎之盟 签订一个谭炎之盟 谭炎之盟 在以前的历史学界经常会骂 就宋真宗你怎么这么懦弱 你打赢了还要给钱 还赔钱 还给多少30万两 30万 那为什么给 宋真宗本来还不只要给30万 他叫那个曹利用去跟辽果谈判的时候 跟他比说我给你这样子 你去跟他谈判 比一 那个曹利用说多少 10万 他说不是给你100万两 一出手就100万两 100万两你可以乘现在的差不多4千 宋朝乘现在的4千 看多少 那个曹利用说好 那就100万两我去谈判 结果曹利用要出门的时候 碰到宰相扩准 扩准跟他讲说 你如果跟我讲超过50万两回来 赔50万两的话我提头来见 我回来就杀掉你 结果曹利用就去跟辽果谈判 谈判回来以后他跑去见宋真忠 宋真忠当时正在吃饭 对 他还跟里面太监讲说有急事要见宋真忠 太监说不行皇帝吃饭 他说这个太太太太 太紧急了 不能用你太监传达 后来他见到宋真忠 跟宋真忠问他别多少 别多少 结果曹利用跟他比这样3 3 那个宋真忠还讲 300万两也还 也好 也可以啦 300万两也 结果曹利用跟他讲 30万 宋真忠笑掉大也都掉出来 30万两对宋草来讲 九牛一毛 对 但对辽果来讲非常 辽果一年税入才多少 500万两而已 500万两 500万两你给他30万两 等于十几分之一 十二分 十三分之一了嘛 那辽果这30万两很好用 他就用这30万两经常去买宋草的丝绸茶叶 金品很多去买金品 但钱就一直留回宋草 那宋草呢 等于有一个自由贸易 他其实在河北熊州那边 还有开一个自由贸易室 你辽果拿我的钱 买我的东西 我把你赚回来 但我买你的东西呢 宋草买辽果的什么 战马 所以两个国力就开始慢慢慢慢 拉开 对平衡 所以后来为什么辽果会被宋草灭掉 你们战马一直被 到萧太后发解这个不对的时候 来不及啦 你战马被买走一大堆 整个国力就落下来了 是喔 而且货币战争打到后来 辽果整个经济控制在宋草里面 真的假的 因为辽果有一个很麻烦的是 辽果自己本身的辽币 他们铸造了那个钱币 要带一两出门 一两出门要多少 他一两出门那个钱币要重打六斤 六斤 一整拍 宋草不是 宋草到第四个皇帝 你已经又出现交纸 交纸就像现在我们支票 银票一样 钞票一张纸就可以 你几万两 几百两 我一张纸就解决 你辽果一两就要带六斤 十两带六十斤 没有办法带 所以后来辽果人 就契记自己的辽币不用 他用宋草交纸 用宋草的钱 结果到后来整个钱币 你要贬值要升值 我宋草一生命下 你这个国家就完蛋 所以后来辽果整个经济崩溃 不过后来宋草政系就攻入辽果 辽果才灭亡 好 那 所以我们刚刚说 现在你越了解历史 越颠覆我们小时候的印象 没有想到 宋草居然是全中国最自由 最繁荣最快乐的一个时代 而且他也是最人道的时代 你知道北宋人不做教子的 因为北宋人觉得 我做教子 我是去欺负那个扛教的人 所以他们起码不做教 你可以想到他们当时对人的尊重 也是历朝历代最高的一个朝代 另外我们讲到了马 这就有趣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 阿拉伯人现在是怎么样训练他们的马 欸宝姐 如果你真的要养纯血的马 杜拜是怎么训练的 我跟你讲 杜拜的富豪以前吃过亏 他到英国去受训的时候 人家跟他讲 你没有贵族血统 你不行啦 你在练马 所以他把所有的经费跟所有的精力 都拿来把一匹马养到尽善尽美 这已经是纯血马了 纯血马给他的训练就是在水中阻抗的训练 这跟亚买加闪电所说的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在水中训练 宝姐你看 你可能以为他很轻松 马要丢在水里面去 你可能以为他很轻松在游泳 不是 你看他底下 其实他的脚不一定要沾地 也就对马来讲 这是一个在水中高强度的主抗训练 你所有运用的肌肉 跟平常在陆地上奔跑 宝姐你仔细看 那个腿是一模一样的 你等于一蹬一蹬地把自己支撑起来 但你的膝盖 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这是培养他们肌肉最好的方式 而且我们刚刚讲 那个水还特别选择是海水 它的密度还更高 阻力更大 所以宝杰你看 在杜拜的赛马场的后台 你可以看到是有好几个池子 专门给这些纯鞋马做训练 在这种比较低的池子里面 是为了让他练习小的舵步 比较是马术方面的训练 但真正的如果他受伤了 或者他身上的这个伤痕 让伺主担心的话 在水里面训练也有助于他养伤 他可以水疗 宝杰这也是水疗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你知道对赛马来讲 如果你的膝盖受伤或是你腿骨折了 以前都是要安乐死 但现在有了水疗之后 你同样可以等于是在整个池子里面 你看你的水只要能够往后冲 他所遭遇到的抗力跟在外面奔跑 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别 跟人一样就是我在水中里面 我的重力我压在膝盖上的力量就比较小 是也就是避免让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受伤 那你只要把他的缰绳拉住 他所接受到的训练是你的肌力有很大的增长 但你膝盖不会受到太大的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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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